其實基本上我已經來到 女大這麼多年了 已經走了越亂路 是真的越來越少 但是有時候真的還是會 不小心失心瘋 不要說來女大 每次都包我們 你知道嗎 講的我們就是很不好意思 我們到現在這個病都還不好 真的 愛買的病 真的 有時候就還是會失心瘋 會想要挑戰一些 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像比如說之前很流行的 就是這種 菌綠色的外套 基本上其實就是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根本沒有綠色的衣服 任何一件 因為我本身就覺得 第一 我不喜歡綠色 就是我真的衣櫥裡面 從來發現 我真的沒有綠色的衣服 但是那一陣子就是 那個菌綠色的衣服 真的非常的流行 而且不只是Rihanna 還有像那些名模 Candale那些巨巨海底 他們都是穿這種寬鬆 然後很有分量感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人生一定要挑戰一下 也想要有一件 所以我就買了 結果後來我買來穿出去的時候 就被朋友笑 就說你為什麼要穿大人的衣服 然後重點是我後面都拖地 就是他有時候 可以踩到我這個鏈子你知道嗎 就是勾到我後面這個鏈子 然後我之前這個鏈子 我是後來怎麼綁 我是把它綁蝴蝶結綁起來 就一直綁綁綁綁 綁綁綁綁綁起來 然後才可以縮斷 然後現在就是 有時候就是穿的時候 就是覺得很像 小孩在穿大人的衣服 我覺得滿好看的 後來我今天發現 我今天這樣穿好像還OK 今天算小件囉 對 我今天這樣穿好像還OK 對 那個最大件的小件 真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包包 這很可愛 現在很流行嗎 很流行嗎 你看得懂對不對 這是小孩用的玩具嗎 它其實是那種就是 它是樂高 對 它是樂高出的一個包包 然後它這個包包其實是野餐盒 然後因為以前 對 以前不是那時候很流行 就是一些網紅街拍什麼 都會帶一些很酷很潮流的那種包包嗎 我就看到它說去 這個包包好酷好潮流 我一定要買回去 然後它想說 反正我到時候野餐可以用 但是問題是我去野餐的話 你知道野餐要帶多少家事嗎 根本帶不了這個包包 因為這個包包真的是太小 它能裝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少 然後它真的裝不了什麼東西 就是 對 只能擺可能一兩片 一兩個三明治就滿了這樣 對 就是放什麼東西都不行 然後又很低的 然後還有這個背心就是 你冬天穿的時候又太冷 但是你知道秋冬穿的時候 又覺得它太毛 然後重點是因為你看起來 就覺得它像很好搭對不對 它事實上一點都不好搭 它搭起來就是一個怪 然後因為我當初就覺得 它是很西皮風 很特別 就是毛毛 底下又有那種流速 那妳有試穿嗎 那些 我那天其實有試穿 然後我那天試穿的時候 店員一直說很好看 他說你這個姿勢 店員的問題 妳要想要拍照純粹 跟嘉欣那樣 對不對 拍照下來 然後我們來鑑定就知道 對 它就說你這個顏色 你看你穿上去 你的氣色好好喔 完全為你設計的 對 就說你這氣色好好 我跟你講這件衣服 這麼小尺寸 只有你可以穿 其他人還穿不了什麼的 講得好像也合理 對 但是問題是我穿回去 這就不能搭 就是沒有一件可以搭 就是最後就是擺著在那邊 覺得這件小Call也有 也有類似的嗎 應該會喜歡 對 小Call可以賣給他 對 因為他穿這個就是 我也沒有那種什麼 流書的靴子 或者是可以搭 就是卡其式那種 我也沒有 所以就變成是為了他 我可能要再去買一整套 其他的東西來搭 但是因為我的衣服 就是其他東西都沒有可以搭 所以我這件衣服 就一直擺在那裡 都沒有穿 但是我一定可以搭 除了這件衣服 沒人 感谢观看